锣鼓喧天 祥龙 宪瑞一年一度的 凤林客家文化节活动正式登场 除了有多达47队精心装扮的彩阶队伍之外 现场还有各学校各社团的精彩表演 以及闯关的活动 九九长寿平安宴也吸引了 2000位的民众前来参加 县长徐真卫和镇长萧文龙 一起敲响了 象征平安祝福的铜锣之后 客家文化节是正式的展开 现场的气氛也嗨到了最高点 凤林镇客家文化节28号登场 将全镇带入另一波高潮 包括了凤林镇名代表会主席林建平 光复乡长林清水 现议员张怀文 徐雪玉 林元富 柴仪静 县政府客家事务处长彭伟族 立法委元富昆奇办公室主任彭丽棠 凤榮地区农会理事长徐芳健等都前来 共享盛举 很感谢大家的团结 为了我们的凤林 这一次的表演 这个人数是相当多 我们总共有47队 那一队人数最少要参加的 一大会的规定 最少要15人 那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数参加表演的人数 有超过1000人 1000多人 所以我们这次是相当的盛大 我在这里很感谢大家的帮忙 还有尤其最感谢我们客所会 我们黄理事长率领的所有礼监事 以及我们的志工 在这里帮忙策划 已经忙了相当久 掌声来给我们客所会 所有的同仁来一个掌声 好不好 县长徐震卫表示 客家文化节是凤林镇的盛事之一 他非常感谢向文龙镇长 代表惠林建平主席 对各界客家文化的用心 每年举办的客家文化节活动 总是吸引许多目光 和正名参与令人敬佩 在这里真为要谢谢 我们这个肖镇长 每一年办了非常多的活动 尤其是在客家的活动 花年县政府每一年 也办我们的客家 全县的客家江年华 每一年都有我们各 乡镇市的客属会来承办 去年也由我们凤林镇的客属会 来承办全县的客家家年华 今年我们的镇长有自己办 所以在这里我相信 客家的文化大家一起来 而每一个乡镇 也在不断的为客家文化来努力 当然花年县的建设 大家一起来 我们花年会更好 镇长向文龙则表示 首先要感谢的是凤林镇客属会 黄信龙理事长与全体会员 这几年来都是委托客属会 承办客家文化节 才有这么优秀的表现 活动才能够举办成功 而昨日的采接现场与表演舞台 不仅具有浓浓客家风情 还有原住民的元素 阿美族泰鲁阁族人都参与采接 呈现出了凤林镇是个多元族群 多元融合的国际漫程程式 甚至有远从花年市 前来共襄盛举的团体 令人惊艳 记者林杰 凤林镇采访报道